入圍入了什麼 然後他就告訴我 有三項入圍 然後我就在閃沙咀廣東道那裡哭了出來 甚至乎做模特兒那時候 最初都是打算試試 如果不行的話 我答應了媽媽我會去考空姐 我帶她到處去 得到一個角色的時候 真是第一次拍攝 拍戲 演戲 才真是愛上了演戲 所以我覺得有時是 人生你的路不是你一早想定 我是怎樣怎樣就一定會走那條路 反而有時是一步一步 天會安排給你 我以前小時候是覺得 自己唱歌天分大一點 小學 中學 我都有參加合唱團和歌唱比賽 直到入行我都跟公司說 我想做歌手 到去年我真的出歌了 真的認認真真去做歌手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不是 原來自己唱歌的技巧 是差很遠很遠 批評其實 最多時候都是來自我媽媽 很記得第一次她看完《骨妹》之後 她就跟我說 嗯 你還是新的 廖子瑜做得好過你很多 我也有看網上的人說話 很多人會覺得 沒有聲味 不是以前那種天王巨星 我覺得我們有一種很珍貴的東西 就是我們不當自己是一個明星 每天我們就是生活著自己的生活 到演戲的時候 我相信 演不同的角色 我們是會有更加多的人生閱歷 或者會更加像 更加真實 最要感謝的我想是兩個人 一個是古天樂先生 一個是Winnie Zung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 幫香港電影業繼續走下去 我覺得是 因為很多人都說香港電影沒有了 但是他們就會選一些題材 可能大家會覺得 這些這麼少本的製作 不是大片 不會回到本 如果以一個經濟效益來說 他們夠膽去投資 夠膽去用新導演 去用新人